雖然大家都有四個輪子 但駕駛這輛車上高速就太過誇張了 警方在星期三接獲駕駛人士報案說 共船周大橋有一輛電動輪椅 載著兩位伯伯往九龍方向行駛 兩位伯伯分別是63歲姓朱和62歲姓李 他們都是殘疾人士 他們就說之前買了一輛電動輪椅 試車時當失路又不熟悉交通規則 不小心就上了高速 之後警方將他們送回到安全的位置 案件列作交通報告處理